小君 我那反弹证什么时候给我拿回来啊 嗯 提什么 行 你不去拿的话 我就告诉你啊 等一下呢 我就去去起诉你 知道没有 随便你 爱干嘛干嘛 好吧 那可以啊 那见你这么硬是吧 那我等一下我就立马就去 去吧 因为的话呢 这个反弹证呢 你不给我拿回来啊 有你受的 知道没有 我就先去派出所 等下我再去法院 好吧 我就再问你一遍 你什么时候给我去拿回来 我本身就去 闭嘴吧 小姐院呢 直接把我这个看 这是房产镇 这个是土地镇 两个镇嘛 然后呢 把我呢 就是拿回来了 所以说呢 不用点手段呢 基本上是不行了的 敢把我这个房子是吧 直接拿去抵押 然后的话呢 是吧 也不跟我商量 我跟他好说歹说 他这个人呢 对不对 吃硬不吃软 真的 你越跟他妥协 越跟他就说好好的说话 他就越不把你放在眼里 越来越呢 不把你当回事 所以说呢 我就这样子说 是吧 那你不把我拿回来 这个东西呢 你本来就是不对的 因为的话呢 你是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你没有跟我商量 你就把我的房子十字呢 就抵押 我就说我要去起诉他嘛 他就怕了 直接去那个抵押公司 就把这个东西给我拿回来了 然后的话呢 他怎么解决的 是吧 我就不管他了 反正是自己出钱呢 还是说是吧 没有这回事呢 我都不会去管 因为呢 我跟他现在就说之间的信念嘛 已经是大阳无存了 两个人呢 就说都不信念对方 这个反正证呢 还有这个土地证呢 我必须要翻好一点了 本来说想拿给我妈妈饭着的 因为呢 上次是他给我的嘛 我那时候要卖房子嘛 这段时间呢 估计有一点点变化 因为的话呢 这里说实话呢 我确实也是舍不得的 在这里住了那么多年 而且呢 这个房子也是挺大的 然后的话呢 各方面也是挺好的 就是出去买菜啊 坐公交车啊 哪怕去哪里出行呢 也是挺方便的 而且这里呢 采观也不错 空间也不错 暂时的话呢 就先不卖吧 因为呢 跟小纪月估计就是这个离婚呢 已经谈的差不多了 很快了 应该就是这两天嘛 机房呢 他就会跟我去办手续 只要你说把这个手续办了什么的 对不对 他到时候呢 跟我没有什么瓜葛了 然后呢 我也不跟他在一起了 那自然自然这个这个房子这个事情就不用操心了嘛 他也不会跟我争夺了 也不会老是惦记着我这个房子的 那我就说没什么必要嘛 我慢慢呢 又去外地去打工去了 所以说呢 就是这个房子呢 基本上现在这个房子和这个土地证呢 也不能就是说给他拿走 等他回来到时候再给他嘛 不回来的话呢 我就看一下放哪里 到时候放好一点 放一个就说 不让小纪月知道的地方 因为这个家呢 就是那么大 是吧 有时候到他随便找一下 基本上呢 都能找得到 所以说呢 这次呢 一定要放好一点 所以说这个女人呀 真的是不知好歹 你跟他好好说话呀 他就把你的话打耳边疯 就不把你放在眼里面 觉得呢 是吧 你软弱 你好欺负 你非要对他强硬一点 他才知道怕 才知道呢 这样子是不对的 在外面呢 其实他不是这个样子的 在外面啊 他还很打小的 有时候跟我出去啊 帮他找工作啊 或者带他去买东西什么的 他问他都不敢问 他都是说 哎呀 小张 你去帮我问一下嘛 小张 你去问一下是什么情况嘛 对不对 看一下怎么样嘛 一在家里面呢 就是那种我理恨 就觉得哎哟 我终于找到一个人杀气了 然后呢 是吧 我终于找到一个人就说不怕的了 老是这样子欺负我 老是这样子就说啊 对我大呼小叫的 呼来喝去的 已经过上了那个什么 衣来伸手 饭来粘口的日子了 还不知足 还不满足 那你说你这样子的人是吧 你去哪个哪个家庭 认合一个家庭 那你不走上这个离婚之交道路 谁走啊 对吧 还好意思在那里跟我诉苦 跟我说我们家对不起他什么的 我们家没有认合对不起他地方 如果说对不起他地方呢 就说不应该选择他 就是那么简单 如果说不认识他 不选择他的话呢 也不会发生那么多事情 不管怎么样 是吧 反正呢 这两个证拿回来了就行了 也算是解决了一件事情 其他事情呢 是吧 也懒得跟他说了